遇到困难,什么是困难呢?困难就是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突然你做不下去了,因为你遇到了困难,可不是遇到了朋友,你遇到了困难,这件事情太难了,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做你想做的事。 但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你可以遇到学习的困难,你也可以遇到工作的困难,你也可以遇到生活的困难,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些人遇到的困难是适应新环境,比如你刚刚找了一份新工作,你太高兴了,终于得到了这份工作,可是很快你就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是适应新环境。 环境这个词,除了可以说地球的环境,global environment,我们还可以说你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学习环境。 你从一个环境,到了另一个环境,就是新环境,你到了新环境,那么我们不得不适应新环境。 适应新环境。 我记得我刚来法国的时候,我不会法语,在法国也没有工作,甚至也没有朋友,但好在我有家人,我有孩子,我有爱人。 但是适应法国这个新环境,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巨大的挑战。 那么,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呢? 怎么解决这个困难? 解决,你看,解,我们可以说解携带,解开什么? 有一个not,你要解开,解开。 我也可以说,解决困难,或者解决问题。 我想解决这个困难,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你的问题的呢? 你是怎么解决你的困难的呢? 所以,我来法国后,我决定学法语,但是用一个不一样的方法来学法语。 我以前是英语老师,我在学校教英文,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曾经使用的英语教学方法是最好的。 所以,我来法国后,决定给我自己做一个真人实验。 Real person experiment。 什么实验呢? 于是我决定,不上法语课,通过日常生活,在超市,在菜市场,跟朋友聊天,通过这种方法来学法语。 这是我解决困难的办法。 但是呢,这个方法到底怎么样呢? 以后有机会会和大家好好聊。 所以,有些困难,你可能可以立刻解决掉。 三天解决一个困难。 但有些困难,你要花更长的时间来解决。 所以,我发现,耐心、坚持、专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吧。 那么,这些困难经历过后,会怎么样呢? 我相信没有人特别喜欢遇到困难的事情,对吗? 因为遇见困难并不是一件好的经历,并不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但是,通过解决困难,我们会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我们可以说,哎呀,我这个戒指很贵的,很贵的,这个价值不菲啊。 有的时候,你说的有价值的,是可以指多少钱,用钱来买的,用钱来衡量的,但也有很多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比如说,这个戒指,虽然它很贵,但是对我来说,它的价值是,它是我的爱人送给我的。 所以,这个戒指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对吗?有价值的,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价值。 那么,我们的经历,你是怎么遇到困难的?怎么解决困难的? 这样的经历,是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经历,是表示Experience,教训,就是表示你犯的那些错误,Lesson,经历和教训。 有可能你会问,你会问,老师,经历和经历有什么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 我可以说,我昨天经历了一件特别倒霉的事情,我昨天经历了一件特别倒霉的事情。 经历是表示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我的经历。 经历是表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学到了的那个东西,就是经历。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老师,经历丰富,他教过很多学生,他经历丰富。 一位经理,经历丰富,那是他的经历,他的工作经历。 经历是表示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从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学习到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所以经验和教训通常是放在一起的,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经验和教训。 那些总是能够从解决困难中获得经验和教训的人,那些总是在想经验和教训的人,其实也是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人。 善于这个词已经是第三次使用了。 我可以说善于教训的人,这个人很会教训。 善于学习的人,这个人很爱学习,而且很会学习,学得很好。 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人,是表示这个人他很会去思考,他会想为什么,怎么做,做什么,什么时候做。 他非常善于思考。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词汇,我们来一起梳理一遍。 今天我们说的主题是困难,我们会遇到困难,就像遇到朋友一样,有的时候你也会遇到困难。 什么样的困难呢? 比如适应新环境,适应新环境。 新的工作环境,新的学习环境,新的生活环境。 第三个呢? 然后怎么办? 我们要解决困难。 解决困难,你也可以说解决问题。 有问题,解决问题。 有困难,解决困难。 还有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努力解决困难呢? 为什么不能跑掉呢? 假装不存在呢? 因为通过解决困难,我们会学习到有价值的一些东西。 有价值的,不是钱的,但是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东西。 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什么? 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经验和教训。 Lesson,教训。 最后一个词。 能够做到这些的人, 其实是善于思考, 善于学习的人。 加班旭交易。